各位自由澳洲的听众观众大家好 我是台湾成功大学政治艺教授林涛 今天想跟大家讨论的题目是 武汉肺炎对全球花浪潮的冲击 世界经济论坛以举办地为名的 达沃斯论坛2021年对话会议 在1月25至19日这年期间举行 这次论坛将焦点放在疫情上 议题包括如何建立对疫苗的信心 如何处理疫情危机 病毒如何影响健康等等 提出大重整的概念 将中国武汉肺炎疫情 视为重新思考人类未来的机会 其实论坛主席施华布 在半年前就已经倡议所谓大重整 他在新冠19大重整这本书里 就已经提出 目前的世界 其实是由全球化和科技进步 带来了三个特性 互相依赖速度和复杂性 互相依赖指国家不是孤独 他用一个比喻地球上的人类 不再住在超过一百手船上 而是在同一条船上的一百多个船舱里面 第二是速度 所有人事物的改变和转变速度都相当高 当危机出现的时候 风险当然也相对快 仿知的是 这本书里面 以武汉肺炎传播作为例子 呈现风险散发的速度 事实上金融海啸也显示了 即使只在某个国家发生危机 在高度互赖的状况下 很快就会成为全球的金融危机 第三点是复杂性 书里面就要以量子正字一个词来形容 简言之就是不确定性 毫无疑问 当局部危机迅速地转化为全球危机的时候 不确定性就更加明显 要处理全球危机 可以超越了已经有的知识和能力 而传染病对全球治理的失败有直接影响 但全球治理者 乐观地认为这三种特性 都是很正面的价值 但其实金融海啸和武汉肺炎大危机 难免令人质疑这些特性的价值到底在哪 某程度上 世界经济论坛作为全球化的死忠分子 是需要为全球化带来的祸害负责的 但它们仍然假设这三种特性是好的 所以解决危机的方式 是要更多和更紧密的合作 即是要更多的全球化 那为什么降低各国之间的互赖 放慢 所谓全球发展的速度 和减少复杂性是不好的呢 那它们到底如何乐观呢 简单来说 全球化 为什么被逆转是不好的 全球主义者 就不会想象全球化可以被逆转 以及也不应该被逆转 原因是人类已经没有其他选择 取代全球化的话 只要带来分裂 本位主义 愤怒 战争等等 而这个这样的态势 本身就是一个危机 即是说全球化不能被逆转 想去逆转的话 其实也是一个危机 它们相信全球社会 除了需要在经济、社会、地缘、政治、环境、科技 这些宏观层次进行大重整之外 亦都要在工业、公司的层次进行微观的大重整 及至个人层次的大重整 世界政治论坛邀请英国查理斯皇子等等的世界名人 为这些全球主义大重整来背书 出了书之后一段时间之内 他们不断地继续宣传大重整 当然这个论坛也不例外 全球主义者认为 包括武汉肺炎这些问题 之所以越来越严重 正是由于全球化不够彻底 世界政府会不会就是 这些全球化主义者设想的目标 即成立世界政府 有了世界政府人类的问题 是可以得到更有效的处理吗? 然而这样的世界政府 怎样产生呢? 会不会是全球中央政府呢? 会不会成为权力高度集中的所谓巨灵 Leviathan呢? 大家目前只是忙于防疫 但如果疫情之后 可以慢慢放缓的话 各国将会很仔细地分析 和评估这次疫情 带来的祸害和损失 和反省全球化的好坏 全球主义者 就没需要这么急 为这个已经面无血色的全球化 去涂脂抹粉 好 那今天呢 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多谢大家 下次再见 拜拜